OK 今天來到芬奇湖老街 然後我們剛才是從上面那邊 我們剛才從上面那邊一路這樣子走下來 然後現在到這邊是芬奇湖大飯店 芬奇湖大飯店 它裡面有賣芬奇湖便當 然後老婆大人說想要吃一個看看 所以我們進去裡面排的好不好 然後目前這裡看起來就是有點古色古香的感覺 後面有一條那個老街的街道在這邊 這邊正後方 然後這裡是剛才我們下來的地方 有聽到火車的聲音 對那個其實蠻好奇的 因為它其實很小一條的火車步道而已 超級好奇 等一下會長得怎麼樣 今天人其實算蠻多的 像現在這樣裡面看的到蠻多的人潮 我們的車子停在比較上面一點的路邊 其實這個車潮算多 非常的多 偷溜進去看一下老婆大人買便當好了 其實還有一個內用區就是不一定要到外面去吃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內用區 全部都是使用那種很像原木的桌子跟椅子 很有質感 然後這邊還有鐵盒可以盛湯 好 老婆大人買來了 妹妹在這邊 小搗蛋 便當 一個便當 好 我們來去找個地方先試吃一下吧 可以內用嗎 好 然後它有分雞腿跟雙拼嗎 對 然後雞腿160 這雙拼的是180 對 然後它的配菜呢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來先把它打開好了 我們把它打開來夾一下 妹妹很急著要吃那顆乳蛋 妹妹對蛋很有興趣 但是對蛋黃又完全沒有興趣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用夾的 媽媽夾給妳 然後這邊有一塊 這個應該是豬排 再來是有一塊雞肉 下面這個是筍子嗎 看起來是筍子對不對 然後還有高麗菜跟一個青菜 這很像是那種山菜 山鳥啊是不是 台語是不是叫山鳥啊 還是什麼桂山鳥還是什麼的 它就是有一個台語 有一個名字 然後再來旁邊有一個 這個的話有點像 配稀飯的那一種 太大口了 太大口了 妹妹整個很激動 是有那麼好吃嗎 對 太大口了 不行 那麼大口 太激動了吧 現在一個便當要三個人吃 因為主要呢 就是先嘗一下它的味道 等一下再去找別的東西吃 對 等一下再找別的東西吃 這邊等你休息就吃飽了 而且它這邊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海拔高度稍微高一點 我們剛才查應該是1400左右吧 所以它的溫度是比較低的 剛才在我車上就是下車時 最後看那個氣溫的 車外溫度 是22.5度 所以還蠻舒服的 現在就是 基本上我們這樣穿短袖 是非常非常舒服 但有一點點陽光 所以還是要注意防曬 這個其實還不錯耶 雖然說它的肉是比較硬一點的 但是它的醬料的香味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 吃起來的角度是有香味 嗯 還不錯 甜甜的 它口味是甜的 照燒醬那個是甜的 嗯 這個就沒什麼味道 不過很健康的感覺 到底怎麼好像有一點 吃到肉粽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有一種那種 原來是找這裡啊 肉粽的味道 滷肉 不是 不是滷肉 我說這個耶 這個菜有一個肉粽的那種味道 可能是葉子吧 或什麼的 雞腿的味道 嗯 稍微 普通一點 跟便利商店一樣嗎 不一樣 比較有嚼勁 我剛才在撿的時候 也覺得它比較硬一點 它比較有嚼勁 便利商店比較軟爛一點 這筍子帶有一點微辣 香味還不錯 青菜 高山菜喔 這應該是高山菜 嗯 這不錯 其實我蠻喜歡吃這種東西 這時候看起來不是很健康 但是因為 小時候對這種東西的印象 就覺得甜甜的 很好下飯 所以很想吃這個 還有一種比較粗一點的 對 就是配粥都會吃的 對 米飯的話 Q度也不錯 好不好 好啊 那就 慢慢把它品嘗結束 好 全部搞定 這個基本上 口味上來說我覺得算 蠻OK的 吃完搞定 繼續往裡面 來去逛一下 好不好 紀念幣 妹妹該不會有點走不動了吧 對 她又要要求媽媽她抱抱 其實我們最怕這個 麻糬 香 其實我們最怕就是 出來之後啊 妹妹會走不動 那如果說她一直走不動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抱著她走 然後目前為止 這樣光上來的感覺啦 其實我覺得很有九份的味道 超級九份的味道 超級九份的味道 在阿里山上的九份老街 不是 憤岐湖老街 整個那個風格非常的相似 都是有一些紀念品啊 藝術品等等的 還有古早味的商店 對 還有一些古早味商店 對 還有一些古早味商店 然後又有階梯 哇熟悉的階梯 天啊 真的很像九份 對 走啦走啦 然後它這邊剛好有一個位置還蠻好的 這個是窗 咖啡廳的窗 然後看下去呢 就可以看到那個老街 剛好走上來的人群 還有走下去的人群 在這邊匯集這樣子 我覺得氣氛上來說好像還不錯 而且因為加上這邊啊 它是比較溫度比較適宜 比較居重一點 現在差不多20出口 所以整個算是蠻舒服的 走起來舒服 然後坐在這邊更舒服 應該也是不需要冷氣就可以了 上面啊 哇煙霧鳥落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在上面 上面綠色的山這邊 哇整個煙霧鳥落 超酷的 這個真的是在山上才有這種感覺啦 我剛才點完咖啡之後才看到它旁邊珍珠奶茶欸 而且它是用紙袋裝的 我剛才有拍一些畫面 還蠻好奇的 好現在喝完咖啡 繼續往老街深處賣進 其實看起來好像也蠻深的 而且第一次來 哇 甜甜圈 老婆當然要吃甜甜圈了 甜甜圈 欸其實蠻便宜的 一個二十塊 好 買一個更好 兩個 好 買兩個 買三個 要等大概一小時左右囉 喔它要等一個小時喔 結果沒有人知道那個甜甜圈 因為甜甜圈它要等一個小時 這裡我覺得應該不會再待超過一個小時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就算了 直接呢 直接呢 這個看火車好不好看火車 剛好我們遇到火車在這邊 等一下呢我們來等火車發動 不知道要多久 上面真的有人在陸續上車當中 哇這裡真的是很涼 這邊是姊妹鐵路 阿里山森林鐵路 跟大景川鐵路 1986年開始 我比較大一點 好不好 1986我們比較大一點 對 可惡 幾歲就不方便講了 對幾歲就不方便講了 欸後面有時刻錶耶 喔 這裡也有奮起湖車站的時刻錶 然後它這個有 像日本的那個奮起湖站 喔這個真的很酷 我們剛才停車的地方 就旁邊都是這種東西 超級高的 然後雪景是比較難見到啦 這個是一個導覽 導覽主 我看到那個海拔了啦 這邊有寫 它是1403公尺 所以其實 它有一點高度 但又不會到太高 其實有時候帶妹妹喔 我們還是會怕到太高的地方 因為可能會有高山震 會不適應 然後 小朋友他如果萬一不會講的話呢 欸這問題可能就比較大一點了 所以呢我們就 大概到這種 1000左右的啦 我覺得可以先試試看 然後 車站給大家看一下 車站內部的感覺 起霧的感覺 哇 仙境 整個煙霧鳥繞的感覺 好棒喔 哇這門簾的字也很特別 這裡有誰能念啊 對不起 有誰能念這裡的字 只有這一個 只有這一個 是看得懂的 這是招財敬寶寫在一起 然後這邊大家都在走鐵路 因為它可以下去的樣子 後面那裡有火車頭 哇喔 然後妹妹現在 往那邊過去了 欸真的很酷耶 可以踩一下 鐵軌的感覺 妹妹要不要踩鐵軌 妹妹你要踩一下鐵軌嗎 火車不會來這邊 對這是火車在走的 這個是火車在走的鐵軌 這個是火車在走的鐵軌 這個 然後老婆的大人 他爸爸 也就是我的岳父大人 超喜歡這種感覺 對 如何這種景色怎麼樣 還不錯啊 而且再加上剛剛的咖啡 喔 1到10分打個幾分 欸 8分 8分 所以算高了 對 真的是不錯 而且重點是溫度 涼涼的 超涼的 不會像平地那樣 對 我剛才喝的是熱咖啡 然後邊喝有冒一點點汗 但是一出來之後 那個舒服的程度 馬上整個撲面而來 像明秋冬天的感覺 對對對 非常好 對 妹妹要去玩鐵軌了 嘿 小心喔 要小心喔 好 進來這邊啊 他有一些 簡單的說明之類的喔 哇 其實這邊是比較暗一點啊 但我覺得這個地上也是蠻酷的 因為他有一個 就是有那個鐵軌的樣子 這邊呢 是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然後講到說 我們跟黑布峽谷的鐵道啊 是一個姊妹的鐵道 你們有講到非常多的一些 說明 這個真的蠻多的 很豐富 進來這邊他有一個 木頭的味道 非常的香 就是 因為他這個好像都是木灶的房子 整個旁邊都是木灶的 所以 感覺那個味道是很不一樣的 他掛在牆上這些畫呢 看得出來他也是非常有歷史的感覺喔 這邊有一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他是 磁軌式的軌道 他這邊是有鏈條的耶 這個蠻特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要拉高一點 或怎麼樣的才做這種東西 他這邊有講 景川縣是日本目前唯一 僅存一條的磁軌登山鐵道 巡道車 這個是可以進去的車廂嗎 這個也太酷了吧 這個 裡面其實整個 基座 他是被拿掉還怎麼樣 感覺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 我們再來撈過去看一下好了 哇 這後面有那個可以勾住的地方 上面 哇 探照燈耶 這邊有講到 請勿攀爬好不好 但是我們把相機伸進去看一下 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長得像這樣子的 他有一些 錶 然後 中間那個很像拉桿的東西 像是煞車 類似像手煞車的東西 其實整個椅子拉 然後裡面的配置喔 都非常的陽尊 這邊有非常多的機台 然後它是一個 非常仿舊的這種窗台 哇 這個其實我阿嬤家以前有 不過都是七層綠色的 下面一樣是走這種 一道鐵的這種軌道 就是它這樣子在拖拉的時候阿 其實就是走這一條 讓它不會掉下來 這邊的這個門檻 其實是比較矮一點的 如果我自己呢 張過來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張過來 其實我稍微挺身一下 這個東西是比我還要矮的 所以我不能太挺 我沒有墊腳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沒有墊腳 整個就是這樣子的高度 好 我們再度走回來這個老街這邊喔 原來剛才的十字路口就是在這邊啦 哇 這個竹筍超大耶 兩根超大根的竹筍 這邊這樣子看下去啊 整個是還蠻高的 有那個阿妹茶樓那邊的感覺 真的很有九份那種feel啦 因為小小條的又是那種 老式的老街 從這邊走嗎 看來只走也可以對不對 好好 再走一下 這邊的感覺真的好棒喔 因為 其實也有去那種日本的那種感覺 就是小小條的 然後東西非常豐富 燈光呢 還有整個在擺設上面來說啦 我覺得是蠻講究的 所以看起來阿 我覺得很舒服 非常非常舒服 好 老婆當然好像又找到她的目標了 好 接殼 接殼 喔 妹妹也敢吃了 喔 好棒 你要吃嗎 要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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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深入的感覺 火車餅專賣店 好漂亮的貓雞喔 這是小光線做的 很好吃喔 這是什麼東西阿 這是什麼東西阿 是嗎 它上面有印耶 這個裡面是有什麼餡嗎 有紅豆 綠豆 碰 山藥烏龍茶 四種口味都有的 喔 所以一盒有四種口味 了解 這可以放多久 這可以放多久 那個餅乾也好吃脆脆的 這個蘿蠟可以放多久 好 老婆大人呢 又收到買了這一袋 好不好 我們總共買了三盒的火車餅 這邊是正面 正面有寫的 它是本機壺 是啊 是這樣唸吧 火車餅 然後這邊有一間不一樣的 甜甜圈 它好像快出爐了 所以老婆大人呢 有很堅持的要來吃一下 旁邊的話其實還有老街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逛完 其實蠻深的 而且它整個都是煙霧鳥落的 大家看這上面喔 這不是鏡頭長 這個是真的煙霧鳥落的感覺 然後下面這裡阿 也是整個都非常的煙霧鳥落 哇 這個霧越來越重 越來越濃的 等一下可能要下山的時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雖然說車子好像蠻多的 不過這個霧喔 真的超濃的 整個有那種在雲裡面飄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 這感覺真的好酷喔 這真的 酷壁了 我買了三個 一個起司 然後一個原味 還有一個蜂糖 三個 三個八十塊 嗯 完成你的夢想 今天就是咖啡甜甜圈鐵蛋是不是 對 對 整個已經列好歷史了 在山路的時候就已經把它列好了 看看說要買些什麼 酷酷酷 好 完成夢想 這非常好 不過我覺得這邊老傑它的配色蠻豐富的 而且有很多白旗那個東西的感覺 有點像日本 嗯 有沒有覺得 而且還用很多大量的那種木材的感覺 嗯 所以走起來逛起來很舒服 對 剛才那個車站也都是有日本製啊 對 對啊 不過說真的啦 因為現在這個霧有點大 所以我等一下下山喔 還是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覺得有點 就是 現在變得比較硬一點 嗯 然後霧又超大 嗯 哇 準備下山了 在山中的感覺 煙霧鳥繞流 對 呵呵呵呵 上山就是找這種感覺 對 舒服 對 這邊呢還有一些農產品 農產品的部分 喔 其實蠻多元的啦 真的東西蠻多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其實蠻大一條的 對啊 生的就是六點 龍虛菜 嗚喔 好小喔 好這邊呢 看起來就比較寬一點了 應該是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有一些吃的啦 什麼的 好像開始下雨了 完蛋了 我們沒有帶雨傘 整個就是很緊張 有啦我有帶一把小把的 小把的喔 對 好我們稍微再往前走一點點 看起來好像快沒了 你看這邊是鐵路便當 然後都是一些吃的 到比較後段這裡的話 它都是一些吃的 然後還有一些民宿的部分 不過現在有點在下雨了 所以我們可能也要準備撤退 差不多 老街差不多到這邊要結束了 繼續再走一下看看好了 哇這個也太高了吧 哇好酷喔 超高的耶 然後整個都是起霧的感覺 對我覺得這邊其實還可以待滿久的 可以很舒服 這邊 這邊感覺是可以那個 可以有一些展演的地方 那個街頭藝人 對可以表演的地方 好啦那今天帶大家來逛這個 奮起湖的老街喔 就到這邊差不多結束了 好不好 我們也要往回走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看 我後面那個喔 真的是煙霧鳥道 超級誇張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老婆大人 老婆大人現在很緊張 很緊張 對很緊張手上的這些田田拳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就回去啦 拜拜